原来它已经在韩国是非常红 红得它们在江南也有海葡萄 我现在身边有很多韩国人在排队 忽然在韩国红了 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又要来挑战这个巨大的食物 其实在大概一年多前 我已经来过台北挑战过的 就是这个巨大寿司 但是这次去的是另外一间店 就是三美食堂 为什么我又要重新挑战呢 是因为原来它已经在韩国非常红 红得他们在江南也有开店 为什么我不是在江南试呢 先试试他们的本店 我们就去店了 然后非常多人 胖东 你在三位食堂旁边出现了 其实为什么上次我去了那间呢 是因为本身我都只知道这间 这间又要等位 又要预约又要排队 所以上次就是没有时间可以让我吃到 那我上次来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印象中是没有韩国人的 我现在我身边是 很多韩国人在这边盘队 是忽然之间在韩国红了 应该我估计是有些韩国的blogger 有介绍过这个 所以这忽然间变红了 因为我朋友是导游 他都对这边抄说 然后说如果你是韩国客人 然后你在那个menu上面写韩文 其实都ok 他们现在就是做韩国人生意的感觉 我朋友还说就是那个店家的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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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韩文很厉害 真的耶 他的韩文好厉害 我觉得他很好笑的是 他有韩文、英文、中文 可是没有日文 对 所以我们的菜单是已经给他了吗 还没 等一下上去再给他 还没 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我朋友说这边很好吃 我真的蛮期待 然后我今天其实是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 我很饿 这个面食汤 可以一直refill吗? 对免费的 很棒 比较甜蜴蜴蜴 超饿 我们等了8个小时 40分钟 我们刚才是6点来的 今天是星期三 6点 都是这么多人 所以如果来这里吃东西的朋友 真的要等大概半个小时以上 来啦 它其实蛮小的 因为我有比较 所以它就是一个手掌可以拨到 当然你不可以一口 可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大小 我刚刚打算拿开这块大鱼 因为它里面是中央筷子 我以为只有筷子 很可爱 它感觉应该就是一层不够 它大概很小 好 我又来了 耶 很难咬断 好吃 但是吃起来还蛮辛苦 蛮用力的 它里面还有芥末 我觉得它好吃的点是 它酱油 好吃 这里好吃 我觉得酱油不够 怎么要加 上面那个才是鲑鱼肚 下面那个是普通的 其实它有寿司啊 就是正常寿司的 你吃正常的鲑鱼寿司 加很多鲑鱼 如果它就是单纯的大 其实来一次就不会想再来 可是它就是 它的味道ok 其实我蛮爱吃骨的 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吃 可是就是ok 但很多 我感觉很辛苦 你看你嘴里吃满满的鲑鱼 这鲑鱼西门 整个比较口腔 我很爱吃隔离 它有那个酒生塔的味道 好啦 那就吃完这个三美食堂了 是真的挺好吃的 我个人觉得 它们的寿司刺身女 是比热食女的好吃 其实我也会明白 为什么呢 突然间在韩国熊 因为 在韩国的寿司 真的不一样 不是非常好吃 所以我觉得 韩国人来到台湾 那个质素是不错 又有特色 然后是很大粒的时候 它们就会觉得很特别 这个应该就是 吸引这么多韩国人来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有空去江南那边吃先 希望江南国质素 会和这家本店一样 要不然 我就觉得 在韩国开饭店 没有了意义 因为吃不下本身的味 但我们刚刚就是 两个人去 有三个寿司 一个烧蜆 和一个烧菇 价钱是460元 其实都挺划算的 我觉得两个女生吃 我觉得多加一样东西 就是刚刚的 当然越多人去就越划算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是三个人 四个人去吃 就刚刚可以点多些东西 那好吧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帮我按下这个影片 记得订阅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订阅 记得点赞和订阅 按下最新的影片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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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